大家晚安 学生占领立法院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在立地点进行要摊牌 如果马总统或者马主席 不出面 针对服贸这件事情来做回应 甚至于服贸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重回原点 甚至于退回 根本不审不审重启谈判 那么到底双方这样子冷假回家 那双方下去 这个社会怎么来看 怎么样来对应 当家不闹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人民闹事 如果到里的时候 当家的智慧 就可以决定 这个国家的未来 还有整个社会的关注 也会为这一场 重大的事件 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到底警察人多 还是人民人多 还是大家的智慧更多 咱们这带下去 跟各位介绍现状 各位来宾 第一位政局的高雄 胡志正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国民党的立委 参政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六四天安门前民运领袖 五二开西 主持人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再来我们资深媒体的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中年华 主持人各位美养 大家好 是各位朋友 为了反对黑箱服帽协议 占领立法院的学生 和民众昨天晚上度过了和平 理性的一夜 还有很多神秘嘉宾 出乎意料之外 现身立法院的异常 为这群学生跟民众来打气 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关键的历史时刻 挺身而出 是光荣的 半夜两点多 反复冒学生士气 比白天海高昂 一万六四学运领袖 无二开西来打气了 王建轩说 学生占领立法院 国家还有希望吗 像他这样的腐朽的头脑 是让台湾变得没有希望的原因 请告诉王建轩先生 请你辞职 你明白 马云九总统 你也号称是学院出身的人 到这里来给学生道歉 学院前辈的赞香让学生更有信心 而且无二开西不许自己来 还带来学院伙伴王丹 他困扣学生 嗨点打气 也想起二十五年前的六四庭安门事件 我觉得其实相同点很多了 我觉得真的是两代人 我们现在已经做老师了 可是当年我们也是出于 就是对中国那个国家的爱 希望 所以我们也采取绝世这种方式 也被认为很激进等等 但是今天我想全世界 对六四那件事 其实除了中共之外 都有共识 说学生爱国的 那么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些学生 我觉得跟我们是一样的 不应该认为他们是暴徒 力挺反服贸学生 在清大教书的王丹 也在脸书上发文告诉学生 前往立法院关心服贸 无法上课的人 可以不用请假进行前往 所缺课程如有需要 可以帮忙补课以行动支持 我们做老师的其实 当然鼓励学生去关心这个社会 也会担心他们的安全 所以我今天来其实 有很多我们清大的学生在 其实我也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应该来关心一下他们 从中国天安门到台湾立法院 时隔25年再度见证学运浪潮 六四学运领袖们想必有更多感触 各位朋友 如果看到25年前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 广场前面两位名领袖 一位乌尔开西 一位王丹 今天在台湾 二零一四年的 台湾的立法院里面 跟这些学生站在一起 很多人看到也有跟我讲说 谁告诉你 谁说台湾跟中国 永远只能是仇敌 为什么人跟人之间 不能跳过民族 跳过所谓的国家民族大义 而直接就人的get down 我想请教一下 吴开西雄 25年前的天安门 到25年之后的台北的立法院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去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在国际上 首先谢谢主持人 能够 昨天夜里面真的去 纯粹是出于这种关心学生 然后对学生的这种热情 非常的感佩 然后自己也是经历过 这种街头运动 也是一个学生运动 这样出身的人 知道学生走出校门 走到街上 然后尤其是像这一次的 这种已经 已经占领国会 这样的一种行为 来表达自己 对国家社会的关心 这种热情必须保护 必须鼓励 然后当然这种热情 跟我们当年的学生 当然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所反对的题目 是不一样 也许学生作为年轻人 就像我们当时一样 可能也有一些 想法不够成熟的地方 可是一个社会 如果到了大学生 无论自己头脑是否成熟 如果对社会 没有这样的关注度 那才是我们要担心的 而不是关心这些学生 是否想法成熟 是否做法合理 更何况 我觉得学生 用采取的这个办法 就是所谓 占领国会这种方法 看似激进 但实际上是 完全是属于这种 抗争 国际的抗争行为的 一个规范之内 然后我们知道 过去这些年 在从美国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 占领这个名词 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 人民对于政府 表达不满的一种 最主要的方法 那么台湾的学生 往往给人感觉是 是抽离 是卡通化 是好像草莓族 那么他们这次 所采取的方法 是在一个民意 和政府的这个观念 差别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挺身而出 指导黄龙 而且所采取的立场 说实话 我觉得占领一场 这个想法还真是 还蛮聪明的一个做法 有创意 那完全也符合国际观力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 并没有出现什么暴力 那么学生一开始 所提出来的口号 说要求的是 反黑箱 然后要求竹条 你可以看出来 他并不是真的是 反对服貌 他实际上是一种 他对于整个这个 程序正义 表达了非常重要的在意 我觉得这个是 学生的素质的体现 无论如何 我们这些过来的人 在面对学生 走上街头的时候 当面对学生 决定承担自己的 社会责任的时候 我们这些自己过来的人 没有不表达支持的 理由和立场 我再补问一句 你刚刚讲的关心 有没有担心 说实话 当然跟天安门 比较起来的话 那个担心程度 还是会有差距 尤其是感觉到 媒体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尤其感到 整个社会氛围 对这个关注 我们做的评判来讲的话 我到那之前说 夜里两点钟到达 当时现在 在议场里面的学生 还很紧张 其实我去的时候 还是表达了一个 安抚的心情 一个状态 我的判断 和我们当时周围的一些 年龄比较大的人 看这个事情的判断 都觉得 以今天台湾的这个社会 不会出现天安门 也不会出现 几年前台湾 所出现的一种 这个趋力 强制趋力这种状态 尤其是他们所做的 这种是占领一个国会 它也不是规模 各方面来讲的话 对社会冲击 真的有限 如果这个时候 政府采取强力警力的话 我个人还跟学生们在开玩笑 我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警察要冲进来的话 你们高高兴兴地给他抬出去 因为如果警察做了这件事情 明天全台湾的社会民意就会站在你们后边了 这样听起来 我也开心把这个事情界定在一个必要 而且理性的范围之内 我不晓得国民党的 国民党立委是直接 是被这件事情影响到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不觉得需要把学生的占领行动给美化 我也不同意把学生的占领行动给丑化 他就是一些学生的冲动 你就把他当了年轻孩子的冲动 一样来看待 他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来跟他沟通 他有行动过激的地方 我们来给他开导 问题根本不在这学生 而且半开玩笑 那个立法院那个议场 是我们要表决大战才需要进去的 平常都是不进去的 平常是空的 那如果学生有兴趣 在那边多待几天 我们至少个人立场也没什么特别意见 我会替您转发 现在并没有什么特别要争论的议题 需要到里面去表决 听讲马总统 院会都是行李如鱼 你这样进不去 就找到这个宣示的作用 目前没有表决 所以不必 不会把学生这个议题当中 很充分的冲突 我是怀了一些比较开放的心情 来看这些事情 但我关心的是说 谈的时候程序等等 就好像说在争论说 到底产房里面 这医生护士做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就作业的重心 我们现在关心这孩子健不健康 到底福茂 我们要不要让他通过 如果不通过 我们要做什么的准备 做什么的处分 这才当务自己嘛 所以这个东西 决定权 我请教一下 当务自己现在全台湾都在问 当务自己的意思 第一个今天晚上 一个过十二点 拜高第三天 第二个 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不管是总统府 或者这些孩子们 对不起 我们抱歉 我不应该讲孩子 这些学生们 他们都做出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决定 那几乎是有一点点摊牌 所以这之后 我们先问 今天如果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马总统采取了 任何一个驱离的动作的话 第一个社会能不能接受 第二您评估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有可能的 因为刚才我们开西兄 有特别提到说 有可能驱离 他请学生平衡让他抬离 让社会论站在学生这边 这个方式我也认可 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 很聪明的争取社会论论的 一个战术 你学生就跟警察打来打去 学生未必会讨便宜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自然当然去考虑 不需要我来伤脑筋 但是你因为你是 国民党籍的党员 你赞不赞成驱离 因为听起来是有可能 你赞不赞成驱离 我觉得就让他们去 自然之外去考虑 我们有所谓赞成不赞成 有很简单 如果学生很平和在那边 然后这个没有制造太多的问题的话 也不用强硬驱离 但如果学生有些行动 稍微比较过激一点 等等的话 也许就有这个需要了 所以看双方便互动的状况 但是关键是说 那马总统 或者是我们冠議長 还是冠議長 他们三个人 就要做这个事情 不要抵扣 抵扣抵扣抵扣 总统说 行政医冠議長说 那是立法院国会主题的事情 意思是和我没关系 王毅宁说 这是庇安的事件 不是国会警察官的事情 我说不能这样抵扣 通通是国民党的事情 因为三个都是国民党的 这和国民党 因为他贬的不是国民党当部 贬的是立法院 立法院不是国民党的 我意思是说 他们三人都不可以抵扣抵扣 这是庇安的事件 没错 但是还是国会主题的事件 这两个都有的行政区 国会主题的事件 总统手不要伸进去 应该的问题不大好 各位朋友 为了反对 服贸协议 占领立法院的行动 已经进行到第五十个小时了 距离六十三小时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了 占据异常的青年学生 今天重新抵出三大诉求 到底诉求的内容是什么 了解一下 早上八点钟起床好响 反服贸学生占了异常 挺过第二夜 抗争的决心依旧很坚定 现在不管你的朋友 或是任何人 传简讯我打电话给你 告诉你 哪里可能开始在抓人 都请不要回应 只要跟他讲谢谢就好 我们有人在负责监控 现在有非常多的假消息 这也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这个恶心的烂政府 常常在玩的烂招数 要伙伴们提高警觉 八个出入口早已逐起防线 以此堆叠党门 还有刚少轮值固守异常 学生再度向政府发出 罪扣通牒 黄金平你必须要在 明天的十二点之前 告诉我们你如何处置张青忠 针对我们两项诉求 第一项退回服帽 第二项通过 本会实践通过两岸协议的 建筑条例 明天的中午十二点之前 如果我们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那我们将会在明天 明天来公布 我们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行动 三点诉求不排除祭出 更激烈的抗争手段 学生还点名要见马总统 我们现在趁势要求 与马总统直接对话 请马总统在明天周五十二点前 回应议场里面 要求和马总统直接对话退回服帽 随着抗争时间拉长 参与盟军越来越多 能量也持续增强 占领议场行动如何收场 得看马政府如何回应 在政府没有正面回应之前 国会这个议场 我们都不会厉害 各位朋友 我刚脱口而出说 这些孩子 我正式道歉收回 年龄 年龄跟智慧 不见得成正比 他也可能跟愚蠢成正比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请教随调 现在很清楚 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马总统要对这些学生 不管内容什么 马英九要出面来回应 因为学生还有支持者 认为这件事情 马英九从头到尾 是主宰者 但是马总统说 这个没关系 国会是王金平的公会 跟这样 对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很简单 明天早上十一点多 马英九将召开 所谓的愿记协调大会 根据宪法四十四条 哎呀好熟啊 为什么 去年九月正正的时候 黄世民不是根据宪法 第四十四条对不对 就去见马英九 因为明天呢 黄世民的案子将宣判 如果明天黄世民 被判有罪的话 那对马英九来讲 又是一只箭 为什么呢 前几天 这个王金平才判胜诉 已经一只箭了 学生又冲军立法院 又是一只箭 箭箭箭 三只箭射中了马英九 然后呢 这个有关于 那个我们参讯员委员的言论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 可贵的地方 所以我完全尊重 有关于他的发言 我完全尊重 针对这个明道大学的校长 陈世民先生 我个人给你举个功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为大学校长 勇敢的站出来说 政府做错了 怎么去怪小孩子不礼貌呢 请听清楚 政府做错了 怎么怪小孩子不礼貌呢 胡茂到底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一次 国民党的张庆忠 他是什么样的做法 才引起所有全国的激愤 不是说今天这个 跟胡骂好不好 没有关系啦 你知道吗 跟你的手段 太粗产 太粗暴 有关系 好 现在这个 我们旁边今天节目请来了 吴尔凯西先生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很可惜 差一点改变了整个中国人的命运 你知道吗 如果他成功的话 中国现在会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 那么当时在天安门事件 血腥屠杀的坦克城 跟27军开始屠杀的时候呢 我们台湾有一个媒体人物 个人非常尊敬的 中国时报的前社会老记者 叫赵木松先生 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同事重弹 我怎么这样讲呢 当时是用枪支血腥屠杀 学生难道出来是为了什么吗 你以为我们台湾没有声音有吗 有 我们在现在叫自由广场的中正经历堂 一堆学生全部集合在那个地方嘛 所以我现在要用这这一两句歌词来告诉现在的马英九政府 那时候台湾的学生在现场每天唱什么 闭上眼睛就有个看不见 无助耳朵就有个听不到 我告诉你 这就是现在马英九自己本身的做法 你以为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吗 你以为无助耳朵就有听不见吗 我再重申一遍 胡骂好不好我们可以去辩论 可是你连足条省足相省你全部都省略了 我告诉我坏天啊你就是半个字嘛 一个字都不能改 所以你强迫用这种酬产的手段好鬼 这就是为什么汲取民怨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你不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做 是这个年况马英九也讲了 立法院国民党籍所做这个决定 张庆宗他们叫做合法合理合情 或者合情合理合法 总而言之态度非常清楚 但是说了两天 现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如果马英九不出面来回应 而是继续开交会的话 这些学生怎么办 我想学生怎么办 不用我们担心 因为我觉得学生的聪明 这些学生的聪明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我们去开导去规劝 是 还不要 我觉得现在 现在学生 因为很巧我昨天讲过 他刚好跟我们当年九零年野百合 时候刚好差了二十四 二十四年 整整二十 几乎就是一个世代 我觉得这个世代小孩 这个学生跟我们当年的学生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到立法院去了 我特别进到一场里去体会一下 这些学生这两天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说实在 我还蛮想哭的 因为我在进 我进去 我在里面待十分钟 我快受不了 今天已经比较凉了 那想想看昨天是更热 我今天在里面待十分钟 我已经快窒息了 那里面空气说的非常的差 因为很闷热 可是他们在那边挺了 已经今天要进入第三个夜晚 光这份精神 光这份勇气 我就觉得我非常值得 我佩服他们 我觉得这几天我也跟几个同学 有接触 我跟他们聊 我跟他们聊什么呢 你们到底对福茂认知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他不懂福茂 我去跟他们聊 我发现他们对福茂的了解 可能超越很多立法委员 甚至他们的思考已经超越福茂 好或是不好这个问题 他的思考已经进阶到下一个阶段 就他们这个世代长大之后 将来台湾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球化跟自由化 对台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他们思考已经进阶到那个程度 所以马英九现在的决定 你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 其实他们担心的 倒不是福茂 不完全是因为福茂 这件事 他们是担心说 他们这个世代 当这些同学们 他毕业之后 进入社会之后 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而这个世代 不是只有今天在立法院那些学生 这个世代包含 台湾跟他们同样年纪的年轻人 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可贵之处 那至于说明天 今天很多朋友也很担心说 这个林非凡 陈文廷这样讲 好像是有点这个 休閉的感觉 那明天十二点 马英九万一不理你 你怎么办 我倒是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 这些同学们的智慧 超过我们的想象 请问这些现在看电视 你们自认为是大人们的人 你们谁有想过 要冲进异常去 没有嘛 他比我们聪明很多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聪明很多 所以我不担心 但是我是觉得 一个执政者要拿出应有的态度 什么样的态度 这两天我们看到了 马英九推给王金平说 这国会是你的事跟我无关 奇怪了 当你去跟林鸿石讲说 这会其服貌不够 唯你试问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说国会自主这件事 没有 可是当有烫手三玉在立法院的时候 你突然国会自主四个字冒出来 告诉王院长说国会自主 王金平也不是省油热灯 这不是国会自主 这是治安事件 又把球给丢回去 可是我们看到跟这些同学对比 这同学他愿意为他的行为 他们也知道 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 他愿意去承担 可是你们这些执政者 包括王金平 包括马英九 包括江一华 你们这些大人们 你们竟然这个勇气 勇于负责的勇气 连这些同学都不如 志正兄 这些同学说明天中午十二点 请马总统来对我们的要求 来回应 可是马总统怎么说 报上这么些 我他力挺党团的这一些 立委们所做决定 我问一下 我觉得因为是他要求 对不对 所以很像如果说是这样 大哥叫小弟去杀人 回来大哥跟小弟讲 我力挺你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怪怪 跟马英九无关 因为这个要求强力通过 而且不择手段 然后在现金时间内 要通过的 显然是来自于马英九的指令 那马英九申布这个指令 很简单 他已经做出承诺 在多久之前一定要通过服帽 所以等下他的面子问题 不过还是回到个点 就是学生他们要求什么 很简单 一个民主 如果连程序正义都没有的话 缺乏人民监督的话 他的结果是很恐怖的 换句话说 只要这个靠实际 就可以解决问题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 去年六月的时候 到底蔡委員可以做证吗 朝野有没有协商 达到共识 就是说要逐条审查 逐条表决 有嘛 那是谁撕毁这个协商的 另外一个 我们要求透明 不能黑箱 那这么说我们很透明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蔡委員可能还是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谁代表台湾去谈判的 如果连一个国家代表 我们去谈判 我们都不能讲 这不是黑箱是什么呢 但是资争雄 现在的问题 已经超过这个层次 现在问题就是 明天十二点 还有十二点之前 今天半夜三点 已经有非常多传闻 南部的乡亲朋友们 学生上来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 左水溪以南的警察 也在往上走 就说这样子下去 怎么避免一场冲突 你又很简单 因为解零 还有对不起 抱歉 民进党也已经发出了 全国动员令 明天就进行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今天人少 然后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 要驱离群众的话 等到明天整个 这个民进党还有公民团体 所发动的群众 到立法院的时候 搞不好已经清场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来之前还特别来到 立法院附近看了一下 事实上是满满的 整个林申北路 林申南路是满满的人潮 金南路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的人力的话 我们认为 这个镇报警察或警力 应该不至于来驱离 我还是特别强调一下 学生在里面是非常辛苦的 没有空调 只有送风而已 更重要的 当时他们为了挡住 警力的入侵 他们现在把门挡在外面了 他们出不来 连上洗手间都有问题 所以他们事实上 在里面上洗手间 用这个这个塑胶罐 或者说这个垃圾桶 然后在请立法院的助理 把他们送到外面去丢掉 是非常辛苦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这些学生 他们可以跟文一样 在家里吹冷气 看电视休息 可是为什么这么辛苦 难道他们只是为了 个人的私心吗 不是啊 他们关心这个台湾 关心这个台湾的心情 我们应该给他们肯定 我相信场外的 还有外面在网路上 声援的人 他们都了解 学生在做什么 这段时间到下 休息一下 我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学生占领立法院进入第三天 已经将近五十个小时 那么这场社会运动 随着今天冷气团的南下 气温突然下降 天空还不止飘着细雨 到底马政府会不会出动 震暴警察 驱离这些学生 和民众呢 立院龙头的王金平 到底他会怎么做 大家来关心和了解一下 意识中立 意识中立 国会自主 国会自主 台湾北社 台湾联合国 社会等多个本土社团成员 一早高举看板 站在立法院长 王金平家门后 要王金平秉公主理 服贸争议 送上新花 本土社团要王金平 硬起来做全民院长 只是该怎么解决 服贸的混乱僵局 由立委建议王金平 应该动用警察权 这个所谓警察权 大家有点忽悔 所谓国会住主 对象是立法委员 在国会议场里面的 不是立法委员 所以这个不是 警察权的问题而已 这是发烦了 整个社会的 这个治安问题来的 强调保护学生 对服贸这个棘手问题 王金平没给具体回应 但据传服院高层 经密切沟通后 已确定尊重国会 自治原则 将配合国会议长的处理 等于把抗争压力 转嫁到王金平身上 这么处理 我们会想办法 我们会努力 会选择 比较适当的途径 问题是所在 还是在马英九 马英九也不应该 这个时候 把这个烫手山鱼 完全丢给王金平院长 我们已经要党团的民意 要求王金平院长 要出面来做协商 这个乌开师兄 我不晓得您对台湾现在 经过这么多人认识多少 我在这住17年 您住了17年 是台湾的公民 也已经有十几年 15年时间 谢谢 我要问的就是说 是什么让学生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民 去表达声援 去网路上点东西 点喝吃 点喝睡袋 就这样送回 某种程度来讲 这是就法来讲 是有点违法的 可是是什么 让这些人认为说 我就需要去做 跟声援这件事情 如果讲到违法的话 立法院议场里面 挂了一个巨大的像孙中山 那就是违反的 违反大清历历 建立中华民国的 所以不要讲 如果要是头脑 总是觉得说 违法的事情都是错的话 那是完全误解了民主精神 民主 当然如果在 民主在各方面的行使中 三权分立 人人平等 这些所有的原则之外 别忘了还有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是民主的原则 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 都承认人民 在民主体制不够 不足够的时候 人民本来就有权力 直接出来 出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 更何况 如果你说 我在这边违反一定的法律 说我愿意承担 这个违法的责任 以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继续去表达我的声音 这是有担当的公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洪池先生刚才说 这个八战议场 是要挟国会议长 没错呀 人民今天在要挟国会议长 国会议长面对人民的要挟 必须答复 这个你不要说 要挟国会议长 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恐怖 动词改一下就不得了了 这是人民表 向国会议长明确地表达民意 你们是民意机关 你们是代议人士 这个代议的 你们代表的意见 就是这些人 他们到了这里了 你们最多能够 领这份兴奉 在那边去当这个立法委员 是因为这些人选出你来的 如果这些人直接表达意见的时候 你们除了听 其实应该是没有别的选择才对 但是我觉得像林洪池先生 刚刚所讲的话 能够看出来 国民党在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态 包括蔡委员刚才私下也讲了 就是说可以等啊 没关系 好像这样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马总统表达任何的立场 我们让我感觉 就是国民党这个党 感觉跟他的好兄弟 共产党还蛮像的 就是当年在89年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从4月15号 我们开始学生运动 4月16号开始 到6月4号50天时间 到最后的局面上升到 不断从游行到静坐 到绝食到冲撞 然后到最后是军队戒严 然后是屠杀 这个是层层升级 这怎么会搞到这样子 当然民主运动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逻辑 本来就是如此 就是我给你施加压力 希望你做出良性的选择 可是共产党没震能力 共产党没震能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长期专制的时代 它并不懂得倾听民意 面对民意的时候 要懂得妥协 这些它不懂 国民党在台湾的 这个民主体制里边 经过各种犀利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到现在让我觉得很担心 你应该懂得要尊重民意 和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意 你还要在这边 紧急抓住一些法律名词 在这边来讲什么 这个语法不容 但是语法不容的事情 孙中山语法不容 你们不是也奉为总理吗 这个国民党其实 经过这几天学到 马上给你学到了一些 不过最近跟共产党 接近又多了 所以互相有点开论 不过我刚刚看您讲话的时候 眼睛是飘着国民党的立委 当然这些话 你是唯一国民党的立委 抱歉 让你代表会 我不代表国民党 因为我只是国民党立委 没有办法代表整个党 我要说明一下 我要问的就是说 也许这个问题应该 就是学生冲着王金平 马英九也冲着王金平 那王金平到底要怎么办 王院长怎么办 我不晓得 但是我想王院长是在立法院里面 已经是最有经验 智慧最多的一个人 所以他做任何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 所以他说这些立法院的住警 是针对这些立委 而不是立法院的住警 跟一般警察不一样 他不能够做笔录 不能够去抓来 所以性质上 权力上不同 所以王金平讲的是对的 他讲的是对的 OK 他讲的是对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他们几个院长 集的去自己想办法 我也都尊重 我也都支持 但是我对开西兄的 很多的看法 我基本上也能够接受部分 违法的事情 当然可能会变成合法 像孙中山 但违法的事情 可能会变成更严重的违法 像王金卫 所以历史上班班可考 那我们的历史经常是 有时候很吊诡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开西兄 当然是六四天南门的英雄 可是不要讲 镇压六四天南门的英雄 那个人叫谁 叫邓小平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那个英雄 你刚刚讲英雄 邓小平是英雄 这个看法是国民党的看法 还是您个人的看法 这是共产党的看法 不是共产党的看法 全世界所有媒体 你把他Google经济 对邓小平的地位 是如何评估的 屠杀者 但是对于 但是对于六四天南门 所以我就告诉你 说评价一个人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当然开西兄 说他是屠杀者 还是认为他是英雄呢 就他整个历史定位上 复杂的英雄 这种说法吗 换句话说 邓小平一辈子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六四天南门的镇压 包括改革开放 我们今天不谈对象 那你这么决算 如果马英九今天派警察 军警勤特 进去把这些学生 给不管干掉拉筹 他不会 那你提邓小平 他已经讲好了 他已经讲好了 这是王金平的事情 王金平已经讲说 他不做了 那听王金平 看你要不要恢复 院会开会 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他们两个商量商量 平常已经讲 对我来讲 他们做任何决定 我都可以接受 好不好 因为我对王金平 有足够的一个 智慧 有足够的一个肯定 然后对马英九 在这个时候里面 他也会尊重王金平 他也会尊重王金平 你说 你说在这个目前底下 他以前一起不尊重王金平 但在这个当刻 他不能不尊重王金平 这是个事实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不担心这些东西 那至于说 这个开西匈 去讲那些激昂的话 有些东西我可以接受 有东西我不那么认同 没那么了不起 那回过头来 大家一直在吵这个程序正义 我就问一件事情 当一个医生 在治疗过程里面 不够礼貌 得罪你了 没有把你论好 可是他把病把你治好了 请问你你要去骂这个医生还是感谢医生 我们是死的当时嘛 问题就来了 你先看看这个胡帽这个协定本身 我其实我的一场很开放 如果你们觉得胡帽不好 反正胡帽得来的好处 我们的五十岁以上的人也用不着 你们二十几岁可能才用得着 那如果这样就不要签嘛 那就竹条竹条的审来表决嘛 蔡英文书贞张的签字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签撤签 不就得了 你为什么不敢讲 那我们就停留在你刚刚的比喻 那个年华 按照我们蔡委员 他刚刚讲的就是 今天这件事情 张庆宗所做的事情 对胡帽这件事情 就好像一个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 虽然态度不好 可是他讲了 但是把他给病给他看好了 我跟张庆宗比喻不太对 我要帮张庆宗讲两话 那些很多人在骂张庆宗 你只怪张庆宗突袭 你不想想张庆宗 是被民进党立委给压在地上 压到旁边去 你都不讲这个事情 我对张庆宗不公平 其实怪张庆宗 拼搏的怪马银九 真的还比较多一点 下毛鞋 所以这点我同意 学生没有一个人讲说 张庆宗你给我出来回答 您话不是这样子吗 但是我现在如果国民党的立委 是认为这个国民党在服貌 这个上这么干 是把你病医好 稍微处理一点衣服 没有把你解扣 只是整个撕开 这样的比喻 如果是比喻是这样子的话 这些学生神经病 外面一两万的人 脸书上都神经病 这个是标准的诡辩之数 因为你这个跟医生 医病是不一样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 你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 最大的差别 是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 社会科学是没办法做实验 因为社会科学 他承担不起实验失败的后果 那你说好 你用医生医病 那刚刚这个罗教授也讲了 你是讲说医生把你病医好了 那你说好 这个过程当中 违反一点点标准作业程序 也许大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事实上这个观念也不对 一个受过严格 医学训练的专业医师 他做任何事情 都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他绝对不会图方便 不用标准作业程序 除非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 当然就有例外 譬如说有一个情况 我知道一定要插管 他插的是水管 没办法 因为旁边找不到管子可以插嘛 那你就为了为了救这个 插管的确也有失误过的情形 但是你不能因此完全去怪医生插管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这个比喻是真的 真的是不恰当 就是你你万一 因为你不知道 万一你把个人医死了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服帽牵下去之后 对台湾到底好还是不好 没有人知道 因为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政府没有把所有的资讯 公开透明告诉大家 因为你所有的产业 影响评估 劳委会说 我对劳工的失业评估 到今年的一月还没做出来 我不曉得现在做出来没有 然后对产业的冲击的影响 各行各业的冲击的影响 到底有没有一个很精密的评估 那受冲击的产业 从业人员 他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我補充一下 連法兄弟兄 不知道有看过协议内容 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協議 在这里第十七条 说得很精彩 那福茂生效三年后 有任何一个項目 你台湾任何不价 你随时可以修改 你随时的丹方民可以撤销 所以你有在刹车条款 没需要太多 你这个刹车条款 是没有刹车别的刹车 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福茂 我们跟中国现在福茂 仲裁机构是谁 谁来仲裁 不可以有第三国 这个不需要仲裁 中国如果不同意跟你从前 单方面可以修改 蔡立委 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 其实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学生冲进立法院 不是因为说学生做 你第二十四条怎么修成这样子 第二十条为什么不这么修 不是在这 而他的源头是谁掉 他的源头是张庆忠 整个包裹 把你揪起包起 然后就说通过 是不是这样子 他没说通过 他送院去存查 这个刚刚这个蔡委员 他说到这福茂三年要怎么 不用啦 ECFA第十六条 拯极条款就可以拯极了 任何一方如果有意见的话 立刻提出终止 180天之内 如果对方不能达成那个协议的话 就直接ECFA就终止 这个我告诉各位 刚刚讲说违法不违法 苏来很讽视 如果没有当年 我们大家走上街头的违法 今天我们还不能在这个地方 讨论那么多东西 可以讨论一次 如果没有讨论一次 你就抓起来 为什么 我当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当特种部队的时候 是专门那时候在戒严时期 武汶市的时候 东厂警衣卫 如果你批评政府 我会把你麻烦去整北 总部就抓起来 你搞清楚对吧 没有当年的违法 哪有今天的这个 等于说 我开西先生讲的很好 孙文当年也是违法 来对抗大清律律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看你的手段 你要看你的出发点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天包括很多的人都在说 我我一再强调 蔡委员真的讲话 很尊重 不过我要再强调 胡帽到底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去讨论 现在不是在讨论胡帽好不好 现在是 没有你逐条逐项审查 蔡委员全尊重我一下 这个逐条逐项去审查嘛 你按照整支来 现在学生一开始 也不是跟你讲说 胡帽不能讨论 胡帽就一定要毁掉 胡帽就怎么 你要让他大家把事情给说清楚 讲没有 胡帽我知道啊 看店的 政府要怎么做 要補充 九百鬼就是要怎么 叫做什么 会造成什么条款 里面很多东西 你要知道 六十四行里面 要给我们好的东西 四十七行已经偷偷都来做了 百会公司 可以开超商 可以开什么网络都可以开 你搞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政府可以这样偷渡 至正兄其实这么看听起来 如果蔡立委某种程度代表 相当代表 除了个党 还代表国民党 我不是党边 可是你ok 那这么讲好了 就是说 如果像我们这样在谈 在立法院也可以 不管谁声音多谁少 今天其实不至于有这种状况 现在问题就是说 刚刚这个过程 基本上在张庆宗 这么一干以后 就没有了 所以张庆宗这么干代表什么 我就是这么过了 马英九 当然是马英九 连猜委都说这叫怪马英九 对不对 我怪马英九不是这一部分 回来这点 马英九很多可以怪 很多部分 回来这点就是说 该讲医生的例子 医生就算要帮病人开刀 也要告诉他有什么风险 然后后遗症是什么 然后问你要不要开刀 现在不知道说 我就算看你怎么样 我要把你治好 你自己不想治好 不好意思 我插一只嘴 我朋友是这么讲 就是说 这个医生要给他插管 可是他插管之前 先催他两顿 那旁边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催他 他说我不把他催到这个地步 他不需要插管 可是因为我决定要插管 所以要先催两下 回答一个点 就是说 如果一个医生 硬要把你治疗 说你不懂 这对你好 我硬要开你的刀 你能够拒绝吗 当这个政府只会告诉我们说 哇这个FR有多好 然后浮卖有多好 然后你们都不懂 所以应该怎么样 然后我硬要过 硬要帮你治疗 人民当然有权来决定啊 那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去年六月的时候 朝野政党 有没有同意 要逐条审查 逐条表决吗 你说有签名 我没有签名 他不是党团干部啦 但有没有签嘛 那如果现在 用这种方式包裹表决 都送到院会去的话 有没有撕毁朝委协议吗 当然是有嘛 不过从回到一个点 现在学生关心什么 他们现在要求 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一定要出来 先监督条例出来 先再回来审嘛 为什么 因为现在几乎等于 给政府一个空白支票 他想签什么就签什么 我最不能接受是什么 张庆中讲一句话 两岸这个协议幅化议 又不是我签我要付什么责 这莫名其妙 立法院本来就有监督行政部门 来针对相关的法令条约 进行监督的责任 就算行政部门签了约 立法院当然有责要去监督啊 怎么说这不是我签的 我有什么责任 那人民选出这样立法院 有什么意义 各位朋友 这整个都是现在进一 这样在这里 张庆中没在的 都黑白说也会 他是这么说没错啊 他断章取义嘛 他是这么说没错 过一段还会有时间 咱就要先告一下 不好意思 先告一下 小Q姐 后来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台湾是无权力 学生 民众 占据立法院 进入第三天 马总统束手无策 我特别讲 马总统束手无策 是他到底站不住吗 还是心虚 还是他另外 有别的撇步 也就是有别的解决办法 我还希望你觉得 这样下去的话 第一个冷气不开 小便大便都不方便 是不是要这样 就把学生给逼出来 我实在是想拜托一下 无论是王院长 还是马总统 或者是你们国民党 能够形成决议 至少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进入一种现代文明 即使是在抗争的状态之下 用表现出一种文明和格调来 开一下一场的冷气 给这些学生一些能够 这些就您讲的说 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成年人来看 但毕竟我们心里面看着他们还是孩子 那他们在这里面竞争 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个人 即使他们想法再错 他们也是为了国家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 没有错 我们当然要尊重各种法律 但是别忘了还有民主精神里面 公民抗争抗命 本来就是民主原则 更何况全世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惯例 就是对学生要有更多一分的宽容 用更多一分的这个 本来对抗争就应该是尊重 对学生更多一分的宽容 多年后你会感激他们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 学生愿意关心是国家的未来 这是国家的希望 所以马总统呢 我真是觉得就是你还有十几个小时 就是你到了学生的这个这个给的这个最后期限 那也许呢 这个国民党现在不知道他们自己在想什么 我们永远不能够想象国民党 那蔡委员又不能代表国民党嘛 所以就那我们在这边 我当然不能代表国民党 当然啦 所以我就 所以我们在这边刚就没办法了解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 但托绝对不是好事情 因为什么呢 群众运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尤其是当前线是学生走在这样的时候呢 它一定能够调集起社会的一种广泛的同情心 那同情心是不是足够理性 不知道 但绝对是一个社会的珍贵资源 一个民主社会 现代文明社会的珍贵资源 当这个同情心被调发出来的时候 它所能够有的那个动能会很大 也就是说到了明天12点之后 你如果没有在这之前没有进行良性互动 那可以想象那就是一个不无限上升的僵局 那僵局对谁有好处呢 各位朋友同情心的后面 如果有同理心 他支持就会更丰富 但是刚刚讲社会的互动 我很担心碎掉 是一个负面的互动 也就是昨天 我们现在新闻都看到 有一票不知道哪里来的少年养 还有拿刀 还有长报什么东西 甚至动手打人 然后之后 张安乐出现了 这给我们一个 说真的蛮恐怖的感觉 对没有错 事实上在过去的 这个台湾的群众运动里面呢 有一批看不见的这个视力 隐藏的视力啊 然后呢会造成一些额外的动乱 额外的骚动 那么在昨天我们都看到 我们其实开的非常的清楚 有一票的飙车组呢 就故意的挑衅 后来甚至有一个连刀都拿出来了 群众运动里面拿刀出来啊 各位啊 群众运动要完全保持理性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要尽量保持理性 忘记了吗 夕元2000年的时候 那一亿国民党输了 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前面 大家是拿竹竿直接 车子有进过了 直接捅啊 你知道吗 在现场采访的那个记者 你们眼睛都瞎了吗 对不对 许立德是被沿路追打的 为什么 因为在群众运动的时候 很多的理性会抹灭会不见 所以呢 黑道现场有2500名的警察 不容许任何人故意的挑衅 包括什么什么 反正只要暴力 汽油弹刀蟹都应该立刻就把他罚办 这才是民主的可贵嘛 好 来 我们这段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晚上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现在学生跟马银九在斗气 怎么个斗气 学生说我有名气 马银九说你有名气 怎么样 我有冷气 没有我的冷气 连晃 说真的 如果马银九来这一套的话 因为王靖民已经讲了 警察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那马银九他们用什么方法逼出或逼死这些学生 其实我觉得不要 真的没有必要去搞这些小动作 你你搞这些小动作只是凸显说你你们这些执政者 这些当局者 连这一点点最起码的气度都没有 你以为学生因为没有冷气 所以我撑三天 我受不了我就走了吗 不会了 你太小看他们了 他们都已经可以撑到两个晚上了 多撑一天又怎么样 今天虽然有个女同学 因为在里面的空气真的太差 身体不适送医了 但是我相信那女同学 应该不会有事情 你知道有很多人听到马银 讲力挺党团 没有学生说 没有关系 我听了他话 我倒臭一口冷气 温度立刻降低 所以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执政者要有那个格局 跟那个气度 以前李登辉在 也百合的时候 他也见了这些学生 李焕也见了这些学生 穿拖鞋进去 对 李登辉见了这些学生之后 达成了国会前面改选 达成了这个整个国事 开了国事会议 所以有现在的立法院 要不然以前的国会 没有国会全面改选 现在这些立法委员 你们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没有办法当立委员